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們又來到一個靈修分享的時間 這是一年讀經的計劃 今天我們來看以色列書第23和24章 在第23章裡面 這裡又講到兩個女子的比喻 大的是叫什麼名字呢 叫做阿荷拉 其實是預子到薩瑪利亞 妹妹叫做阿荷里巴 是預子到耶路撒冷的 他們兩個的淫幸 是知道他們對不同的國家的聯繫 以圖得到好處 薩瑪利亞的罪就是連這個阿順 又和埃及有染 就是知道他們靠攏埃及 去出賣自己的國土和進貢 以求得到強國的保守 先知在這裏 他有很多露骨的描述 阿荷里巴 這個耶路撒冷 他不讓這個姐姐好 反而是變本加厲的 這裡說他貪戀了亞常人的保護 後來又看上了加勒底 巴比倫的強大 最後他又想跟他生疏 反而怎樣呢 影響這個埃及 其實這就是國際間當時的優大國 怎樣在兩邊靠攏的一種國情 結果就是上帝要跡象 過往的所謂的舊相好 至少六個國家 起來攻擊這個耶路撒冷 透過他們對神的百姓進行審判 他們以憤怒來代猶大國 拿走他的榮華 殺他的黎民 來老去這些國的國民 聖經說上帝不再紀念他們 而使他們去飲盡這個憤怒的杯 心中仇苦 只因他們什麼呢 就是忘記神 各種流血 拜偶像和隨眾邪惡的風俗 包括殺害這個兒女去憲制的事 又犯安斯日等等 神要審判猶大和以色列 審判這兩姐妹 這兩個國家是要擔當拜偶像的報應 在第24章 這一章是記載神譽很有清楚交代的日期 這個先知 用這個煮肉鍋來作比喻 因為巴比林攻陷耶路撒冷的人之近 先知就是將上肉和骨頭都放在這個鍋裡加水煮 這個鍋是指的耶路撒冷城 而他們是這個生壽的鍋 因為城裡面就充滿了流血的事 而神的憤怒的報應起了他們 這個城就好像上帝用大火去燒這個鍋 直到這個骨頭都來烤焦了 肉都來煮爛了 這個燒紅的鍋 無論怎樣做法 怎樣加熱 都拿走不到上面的獸 就證明他們的淫行 怎樣洗都洗不乾淨 第十四節裡面說 人必照百姓舉動行為去審判他 在這一章裡面 在下部份 我們看到就是 以西傑這個太太病逝 而神就用這個作為一個譬如 神就要先知以西傑 他用這個不幸的事作為一個譬如 他告訴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所面對的押韻 以色列先知的太太因病逝世 這個喪妻之痛 其實不能夠表達出來 俗上說 你不可以哭音 不可以流淚 嘆息 亦都不可以去吊喪 意味著就是說 原來是指到以色列所愛惜的人要被蝕毒 遺留下來的子女必倒在刀下 他們要因自己的罪惡而感到嘆息 慢慢被消滅 神在這裏說 他要除掉了他們所依靠 所喜愛的榮耀 心裏面所看著的兒女 全部都會拿走 逃脫的人要來到以色列的面前 藉着先知的經歷 他們有所體會 和領受這個預兆 也很佩服這個以色列先知 他的服侍 整個這麼多章來講 我看見他的生命都好像成為一台戲 好像一個信息 甚至他家人發生的事 都會來成為一個預兆 叫人明白神的心意 絕對不容易做 但是求神幫助我們 藉着這個忠信的以色列先知 去激勵我們 我們很明白他所講的說話 對我們今天都仍然有很多提醒的話 所以今天我們要這個靈修就到這裏了 原神祝福大家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分享